上学时代与家长斗智斗勇的那些事 之前不是说过了吗 反正你心里有点数 要是再让你爸读广播 那我可真帮不了你了 你说点好听的 变奶糊不开提奶糊 咱从市里都跑到城市安这来 要是还能被发现 那咱从事以后就告别广播得了 兄弟们 保险时间到了 开整吧 看看那 谁先睡觉我看不起来 我都睡一下午了 今晚必须决战到天亮 今天人挺心 挺长时间没这样 完了 我爸给我打电话来 都别吵着啊 你倒是出去接 爸咋的了 你在哪呢 在我朋友家呢 不是跟你说了吗 今晚给他过生日 过生日 快点来 咱把气氛烤起来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唱啊 祝我生日快乐 祝我生日快乐 亮哥你快点过来 我给他大伙照文献 爸呀 有啥事跟你说 他们等我照相呢 完事给我打电话 我接你一下 爸呀 蛋糕还没齐呢 吃完饭估计得十一二点 谁也别走啊 吃完饭我爸说 在咱唱歌歌下 今晚就在我家住吧 哎呀 这家挺后面的 还安排唱歌的呢 爸呀 你要是不放心的话 我马上回去 你都到人家了 我还有啥不放心的 海涛去了吗 海涛就在我旁边呢 反正他今晚不回家了 亮点快点的 等你照相呢 这人家归旧而了 有点炎样 明天早点回来 知道了爸 你放心吧 早点睡啊 媳妇啊 儿子今晚不回来的 咱俩早点回屋吧 别人 你爸咋说的 让我明天早点回来 害喜人傻呢 抓紧三号了 就往我睡面了 志农啊 等你真过生日的时候 肯定比感慨还热闹 他说 一时一时就行了 我奶奶不得过个三五回生日 大伙记着点啊 这回是志农过生日 下回得坏人了啊 上学时代 被人故意找查的那些事 你还挺讲义气 那我就成全你 老温头 那是张天明小弟 谁呀 我 你想干啥呀 没事的 你俩赶紧走 我站不住了 我咋一到半夜就饿你 有没有药泡面的 吃什么泡面的 我给你们买碗面去 志农 我陪你去 志农啊 我要大份的啊 多放个辣椒 要不然嘴里没味 吹吧你新日好了啊 明天上餐所的时候可别不强 无所谓 嘴里有味就行 明天再说明天的 南非咱出来包袖 志农都得搭点 回来必须把钱给他啊 给钱他也不能要 怎么还得积眼呢 我太了解他了 别人了 这板面不错吧 肯定不错 这位闻着就正 志农啊 你咋知道这位板面呢 我在八中上了好几年学 这一片有我不知道的吗 哎 刚才花了多少钱呢 我给你补点 打回去 用你补啥呀 哥几个尽管对付一口 这要是在柳条胡同 我就请大伙吃烤烤的 你赶紧拿着 不能光让你一个人花 小伙儿 你挺耗面的 你谁 你小时候哪来的 竟然不认识我 板头哥 又没少喝吧 还验没验识我呀 哎呀 裴志农吗 我之前帮你出过场 对喽 我还给你买过两盒大云呢 志农啊 你交调言挺广 他啥人都验识你 你敢瞧不起我 赶紧占我干钱的 温头哥 我兄弟出来大道的 你给我个面子 啥意思 还想给我买大云呢 你干啥呀 有点过分了吧 你小子挺狂啊 真不知道啥就天高地厚 那样你先走 我处理 他走不了 这没你的事呢 哎我去 那样你赶紧走 饿鸡眼他啥事都干 志农 要走咱一起走 没他这么熊眼的 你还挺讲义气 那我就成全你 老温头 那是张天明小弟 谁呀 我 你想干啥呀 没事的 你俩赶紧走 我站不住了 志农啊 他什么情况 喝了过来 不用管 咱回一尸板面去 莫名其妙啊 提我二哥这么好使吗 老温头啊 你差点闯大祸 彪了 他真是张天明小弟吗 不信你试试 打菜啊你 张天明打个喷嚏都能把你吹倒了 你还知道自己姓啥不 别说了彪了 不得赶紧上个厕所 完了 买个屁 咋还跟你下这一样呢 那得完了喝颜度还喝狗度去呢 没出来 刚到门口 赶紧跟我找点纸 咋还不淘楼 我给你打了 我这就是